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此次的专题是作为PLC 武艺舱舶BPOM自动靠港装置之应用的开发 开发内容顾名思义就是将可乘式逻辑控制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PLC 融入于舱舶的动力系统中 至于什么是PLC呢 它是一种具有微处理器的数微电子设备 用于自动化控制的数位逻辑控制器 它可以将控制指令随时载入记忆体中 储存并执行 而市面上有很多种PLC种类 就诸如我们简报上所呈现 我们即将利用它能源管理 以及可乘式控制的优点 达到所谓的检约能源 与PLC自动靠港的功能 再来介绍我们的船体部分 承招船中最重要的无非就是它的融合 因此我们选择较为兼顾 任性较佳的态度来制作融合 整个过程中 包管理设计组 切割、十字研磨、抛光等 都是我们亲手完成 至于热骨部分 由于本校近期新增3D区族輸出设备 因此我们计划将3D练义科技也融入于此 我们先用沙利沃克软体 画出热骨的考图 再以3D练习出设备 将指列印出来 至于船阁的包覆部分 我们使用较薄的巴尔沙木片 以避免之后传生过终的问题 而单靠木片的包覆当然不够 因此我们先后在外层包覆了 AB胶以及骨土 最后再使用手持式杀热机 将骨土 骨土后 顾平处研磨至平滑 整艘船系统成 而内部构造 我们采用了3个裸甲 除了船尾外 分别在船手的左右两边 各加装一个 此设计与船手推进器的原理相同 是我们用来使船舶死离危险范围的设计 并使用了3颗红外线感测器 以下简称为S 分别安装于船手的右选S1 以及船手的左旋S2 还有我们的船尾S3 利用它们来感测障碍物 而一般市面上的PLC有很多种类 每种的功能信号都不尽相同 但它们的共通点几乎都是输入点设为X 输出点设为Y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PLC上都有明显的标示 因此我们的红外线理所当然的 要接在X点 才能将感测到的讯号传给PLC 而输出点 也就是Y点的部分 我们分别连接了5颗计电器 以下简称为R 每颗计电器只有它的样图 R0 也就是接在我们Y0的部分 为我们整艘船 控制方式的切换点 白话来讲就是用来控制 手动、自动 而R1、R2 也就是接在我们Y1、Y2点 则是分别用来控制尾轴马达的正转和逆转 以带动船只的前进与后退 R3、R4 也就是接在我们Y3、Y4点的部分 分别用来控制 右旋马达和左旋马达 使它们能带动船只往左或往右 偏离障碍物 而电源供应的部分 由于PLC需要24V的电力 因此我们选择了12V的电池 再经由转换器 将电源转换为24V 再供应给PLC 而为了不让原电瓶的耗损过快 也减少马达烧毁的几率 因此我们多加了一颗7V的电池 利用它供应电力给继电器的线圈 再由线圈的作动 带动马达的运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